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和我一起给大家 演示和讲解 阻挡防守 有请我的主角明才 阻挡防守主要是防守 持拳的一种 防守技术 待会接下来 让明才做一个持拳的进攻 我去做一个阻挡防守 大家请开始示范 因为在阻挡的过程当中 我们以后手持拳为力 在他的拳头 当他打到我的时候 打到我的头部 还没有记住我的头部的时候 我手往前 后手往前 用我们的拳膝 去阻挡他的拳拳 就是把他的力量挤到半路 不要让他完全发透 力量发透 OK 再来试一下 后手 对 挡住 挡住他的拳 这个时候我们的胳膊 我们的胳膊一定要紧绷 一定要紧绷 再突然放松 回来格斗室 做好我们的防守工作 格斗室 然后接下来我们 加快一些速度 做一下 阻挡防守 来 来 挺快用 在这段动作 它不光是我们胳膊的力量 手臂力量去阻挡 因为手臂的力量 毕竟的话 呃 是有限的 我们应该 善于接住我们身体的 腰的力量 身体整体的一个力量 做一个阻挡 扭动我们的腰部 阻挡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军 给我站下去 站下去动 在接触对方拳头的一瞬间 接触对方拳头的一瞬间 我们的手臂一定是紧张状态的 不要放松 紧张状态 给他一个对抗的力量 然后马上 给他一个对抗的力量 然后马上放松回来 在阻挡防守中还有一个防守我们的上钩 上钩拳 你可以做一个相应的阻挡防守 好 来 我们做一下示范 开始 OK 头下也是 往下压 往下压 封住他的一个来拳 的一个力量 今天用我们的拳头 拳膝 去封挡他的一个来拳的一个力量 然后 马上放松状态 可都是 做好一个 基本的防守姿态 OK 那接下来我们 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了 我们可以 我和林才可以 做一个互换 做一个互换 然后呢 待会儿由我去做一个 直前的一个进攻 林才去做一个 主导防守 好 首先我们练习一下 前手直拳的主导防守 来 好 后手直拳 对 这个时候我的力量没有发透 就是半度的过程当中 拳道 刚才打他 在半度的过程当中 手没伸直的一个状态 他做一个 相对力量的 对抗的一个力量的一个阻挡 好 挡住我来 我就全套了 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呢 大家可以 一对一的 两个两个一组 进行一些互换练习 每次练习 五分钟 然后做一个互换 好了 那今天的拳击的防守技术 阻挡防守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教育视频 可以登陆到我们的 功夫者官方网站 想和更多的爱好者经济交流 可以加入我们的QQ组群 同时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和微博 那里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为大家捧场 好了